手猪带兔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人 一个人不工作 一只小猪带兔 真的来 小猪带兔 不是小猪,是手 手猪带兔 小猪带兔 从前 送过有个农夫 有个农夫 他在更天时看到一只兔子 因为跑得太快 惊一头撞死在树干 而他也不费吹乎之力 就得到一顿兔肉大餐 第二天 农夫又在田里工作 中午时 火辣的太阳照在他身上 他心想 如果天天都有兔子跑来送死 就不愁没东西吃了 何必在种田受苦呢 从此 从此 农夫不再跟坐 农夫跟坐 他整天坐在树下等着捡兔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都没有 在等到 撞死的兔子 而他田里的农作物 由于长时间没有耕种 都已经敢哭 田地也变得荒芜了 死守就归不改 不知道变通 也可以比喻 心存假信 想不老而活 这就叫守猪带兔 我们下来 核心 优优独播 году 到了 继续 稍致 你看 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